这里是一币学,一个关于投资和钱的频道 这一集的内容是怎样投资元宇宙赚钱 元宇宙对于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比较新的词 所以我先会简短讲解什么是元宇宙 然后说一些如何在这个赚钱的方法 元宇宙这个词在过去一年正在迅速成为科技和商业领域的一个流行词 但是你知道元宇宙是什么吗 它指的是允许大家以比传统网站更沉浸式的方式进行互动的线上空间 这可以通过佩戴虚拟实镜耳机的虚拟实镜来实现 但是大家一般也使用元宇宙这个词来指虚拟环境 在那里你可以有一个化身,一个代表你自己的卡通人物 你可以像在视频游戏中一样四处走动并与其他人的化身互动 元宇宙的粉丝们将其视为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这有点像90年代互联网刚起步的阶段 对于很多人都是新鲜事 当时大部分人都不太相信可以在网上认识朋友 谈恋爱,赚钱,买东西等等 但是20年后的今天,所有东西都已经变天 所以在大家都不相信时也隐藏住大量机会 也就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应该花点时间知道这个趋势 因为这个可能是几十年才会发生一次的机会 不可以错过 所以很多投资者和公司对成为下一个大赢家 怎样可以奋一杯羹都感到兴奋 元宇宙一词在西谷很流行 微软也在谈论数位和物理世界的融合 由于过去两年的全球健康危机 越来越多的人在家工作 远程上学,花更多的时间上网 错过了现实的人际互动 元宇宙可以让你跟不在身边的人建立联系 因为大家兑现上空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大家的互动可以更加多元和逼真 这样可以使他们沉浸在虚拟世界中 而不仅仅是观看 还有一种特定类型的元宇宙使用区块链科技 与比特币背后的科技相同 这种基于区块链的虚拟世界之一 是Decentraland 在里面用户可以使用加密货币满数位资产 比如衣服,甚至土地 时装公司正在关注这个趋势 他们正在尝试制作虚拟服装 让大家的头像可以在元宇宙世界中穿着 虽然元宇宙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 让他们可以进行商业 社交,游戏,甚至参加英乐会的活动 但现实仍然无法与现实世界相比 因为真实性不够 那你如何投资元宇宙呢? 在这支影片 我们将会介绍一些如何投资元宇宙的方法 有些是低风险的 有些是高风险的 如果觉得不错或是第一次来 一定要点赞、留言和订阅 元宇宙实际上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实际的生态系统 另一部分是生态系统中的资产 当我们投资元宇宙时 我们是在预测大家将来会寄居和使用哪个生态系统 首先,如果我们去ConeMarketCap或ConeGecko这样的网站 我们可以通过元宇宙或游戏项目进行分类 你会注意到元宇宙中的许多项目都是在游戏的类别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Xie Infinity N金币,还有沙箱 在这两个类别都有 如果你去ConeMarketCap 根据受欢迎程度进行分类 你会注意到 到我们讲元宇宙时 通常也是游戏代币 当涉及到这个生态系统时 代表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中的个人资产 比如有Xie Infinity的币 然后Xie Infinity里面有一些个别资产 当我们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寻找时 个别资产的风险会比较高 因为第一个问题是 大家是否会在未来使用 第二个问题是 假设他们在未来使用这个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中的哪一个个别资产将是有价值呢 同样,对于Decentraland也有Decentraland 马卖比 然后是Decentraland NFT 我们可以看到有97,000个Decentraland 他们的底价很高 而且Decentraland最近也很火了 在过去两个星期 他的指数上涨了214% 比去年上涨了2861% 因为很多人在发展这些生态系统的事实 所以可以有硬币 也可以有资产 同样对于沙香 可以拥有沙香币 也可以拥有沙香的NFT 你可以看到有10万个NFT 但是这些NFT没有那么值钱 另一个例子是Luvian 游戏中也可以有个人资产 这些NFT的风险一定是比较高的 因为原理几乎和指数基金差不多 比如在基金中有个别股票 如果你要选到一只好股 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可以买一只指数基金 这样你就可以一次投资很多不同的股票 因此可以降低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买风险较高的个别资产 也可以买项目代币 但这些都只是简单的方法 低风险和高风险 另一个方法是拥有以太币 因为如果我们看看这些顶级元宇宙项目 它们都是建立在以太币来做交易的 以太币的AXIE Infinity 以太币的UFO游戏 以太币的Illuvian 以太币的IvGachi等等 所以现在的赚钱方法就是预测那一个会是将来的赢家 打赌哪一个能成功 但是万亿如果在对游戏或元宇宙所下的所有赌注中 全部都失败了 都归零 如果持有以太币 至少会有些剩余的东西 如果将来有一个不同的元宇宙项目或游戏 用以太币交易就行了 到目前为止 有三种不同风险水平的方法 以太币的风险最低 然后实际项目代币是中等风险 最高风险的是个人NFT 最后一个方法是比较传统的方法 这就是投资于Facebook 或者他们现在所说的Meta 因为Facebook已经改名为Meta 它们将构建元宇宙 不管你喜不喜欢Facebook 它们都是一家大公司 所以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成功的大项目 Facebook正计划 用一个新名字重新命名自己 以专注于元宇宙 扎克伯格在上个月表示 Facebook将在未来五年内 从一家社交媒体公司 转型为一家元宇宙公司 它们已经投入巨资开发虚拟实镜 和增强现实耳机和眼镜 据报道 Facebook将在欧洲创造一万个工作岗位 以实现元宇宙计划 所以它们不会掉以轻心 Facebook拥有很多资源 而且旗下拥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所以具备成功所需的一切 比如开发商 员工 行销和科技 真正能让一家公司成功的一切 有不同种类的投资方法 如果你问我会选择那一项 我个人会选择风险最小的直接投资Facebook公司 因为如你之前所看到的 元宇宙现在有太多项目 如果你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在那么多代币和个别资产中找到一个大赢家 我觉得比找到一只好的股票更难 所以最安全和直接的方法是投资Facebook 希望它们的转型发展大计最终会实现 你呢 你会不会投资元宇宙 如果会 你会选择哪一种方法呢 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在下面留言部分说说你的取向 不管怎样 最终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我们都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 有些人可能希望低风险 有些人喜欢高风险 甚至没有任何风险